来看社群平台的一个重大改变 Instagram采取了一个重大措施 推出了全新的青少年账号 如果是未满18岁的人用IG 系统会自动预设为不公开账号 没有办法被非好友Tag 或者被非好友传送接收讯息 而且会限制不满18岁的人的 在IG上的使用量 扩大家长的管控权 年轻族群在美国犹他州 有数十名青少年选择 一年不滑社群平台 来看看这则报道 在各界施压下 超过20亿活跃用户使用的 Instagram推出全新青少年账号 用来保护未成年使用 社群平台的安全 未满16岁则需要家长许可 才能变更预设设定 此外家长也能看到他们在跟谁打交道 并限制每天的使用量 晚间10点到早上7点 则会自动关闭通知提醒 从下周起 在美国 加拿大 英国和澳洲 任何未满18岁的人 要注册Instagram 就会被归类到 限制重重的青少年账号 至于现有的账号 则会在未来60天内进行转移 如今Instagram 全面强化隐私信和家长管控 被视为因应社群媒体负面影响的重大举措 尤其越来越多研究显示 社群媒体越滑 令人越不快乐 甚至陷入焦虑 悲伤或忧郁等 又已对年轻使用者的影响最大 加上全美各地也不断传出 有新人士利用社群平台威胁学校的事件 已经让立法机构考虑 要对这些发动威胁的人加重罚则 因为简单几行字句 不但造成学校停课 加派更多警力到学校 更已经逮捕多名幕后操弄的青少年 随着社群媒体无孔不入 犹他州这群青少年和孩童 选择这么做 但他们不单单只是呼棚引伴 到户外走动 呼吸新鲜空气 而是断开所有社群媒体 并且维持至少一年 这项计划背后的发起人是他 但发起人强调 并不是要强迫年轻人放下手机 而是把这活动称作挑战 让青少年和孩童 自行决定要不要接受 参加计划的青少年 也可以选择保有一点点数位世界的连结 那就是改拿只有内建基本功能的手机 目前为止已经有60到70名孩童 加入这个免费计划 如今一年还没到 参加者已经有感 南半球的澳洲 对付社群媒体危害不手软 继上星期才考虑立法 限制社群媒体的使用年龄后 两天后又宣布新法规 要严惩网路散布假消息 澳洲政府宣布 一旦发现这些社群龙头 没能防止假消息在平台扩散 将开罚最高5%的全球营收 澳洲通讯部长也表示 约有五分之四的澳洲人 都希望能杜绝网路上的不实资讯 TVBS上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